大家好,我是中医老马 在临床上经常会看到一些这里的患者 要不就失眠 要不就心烦 要不就感觉胆怯恐惧害怕 要不老感觉身体上有病 不管是心脏还是肝胆 老感觉自己身体有病 但是一检查还检查不出病院 有的人还会出现胃肠老腐泻 一检查也没有什么根本的疾病 其实这些总体来说都可以称为神经冠状症 神经冠状症是细意的一个名词 那么中医是怎么认识这些疾病的 中医认为首先是我们的干预气质 气机不畅而预避了 而导致了我们气血不通畅 形成了我们五脏六腑的营养减弱 就形成了我们上边这些症状 所以说中医治病一定是根据它的症状 组成症候群变出它的病基 找到它的病因 我们就能够解决 那这些神经冠状症我们怎么来解决呢 我首先给大家讲讲 我们胃肠神经冠状症引起的腐痛 歇歇 而一查呢也没有什么病变 一天呢四五次 而且呢排完后马上痛就减了 中医有一名方叫痛歇药方 痛歇药方呢只有四位药 就是我们的白猪 陈皮和白勺 再加上一味肝草 很简单 说这几位药就能解决这个病吗 确实能够解决 但是呢还要加书肝里气的 书肝里气的 七积通畅 是我们的蜂木啊 煮书屑 这呢书屑功能正常了 你像它这个胃肠神经冠状呢 也就好了 那么给大家讲讲我们这个方子 这个方子呢很简单 就是呢我们取白猪二十克 白勺十五克 陈皮十克 干草呢十克 再加上呢鱼筋加十五克 香腹十五克 同时我们白猪来干啥呢 煎皮造湿 而我们的白勺呢 揉干 养血 同时呢还能舒缓平滑肌 是不疼啊 是吧 它被干草 也叫勺干草汤吧 同时呢 我们的还有一味药 要叫防风 我们的家长 防风这味药呢 是解内风的 我们一定要少用 当我们防风量超过十克的时候 它解外风 输外风了 当它用量呢在六克以内 它输内风 所以说防风就用六克 而我们的淤金用十五克 香腹呢用十五克 所以说这个方子很简单 但是呢确实致病 我给大家讲这个一个患者啊 这个患者呢 是一个48岁的男性患者 一天都排个七八次 非常难受 因为给别人工作嘛 在工厂里边 就是不方便 他说你给我治一治吧 其实啊 这个患者没有别的 其实就是我们的 未肠神经观的症 就给他用了两次要一个月 就完全缓解了 就是上面这个方子 但是呢 方子对他的症 不一定对你的症 大家一定记住 中医在治疗疾病上 一定是观其脉症 知犯和你 随正知之 一人一方 不是千人一方 千人一方体现出一个什么概念呢 体现出一个大概率的概念 你像我们一些碗药 就柴湖疏干碗 是吧 他疏干解育 就是大概率的概念 你像我们的骨胀丸 治我们的腹水 像我们那个血血虫 引起的肝化腹水 我们可以排水 用骨胀丸 也可以 但是呢 如果细致的治 我们就一人一方 这个患者的病例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 请在评论区留言 我会给大家一一回复